速食辆警车晚间11点 浩浩荡荡出发 展开青春专案扩大领检 各位到电场有人 特别注意到领检这一架 有荣有和少人在这一面 警察局长刘耀卿亲自主持请教 就是要让青少年安全度过暑假 金融市警察局执行青春专案扩大领检 动员摆明警力 在KTV、网咖、撞球间等特定场所 加强领检 少年警察队一个晚上下来 总计查获酒驾一件 违反公共危险罪一件 通缉犯一件 还劝阻流连不当场所的少年 本局局长于昨日二三点到两点 亲自带队执行 主席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扩大领检情务 针对KTV、网咖、撞球馆等辖内 青少年亦聚集自视场所加强领检 并于各亿造势路口执行领检查 防治青少年飙车酒驾等行为 既查获公共危险一件一人 炸气通缉犯一件一人 另外自暑期青春专案执行以来 以劝阻登记青少年 留连不当场所 久了 并于涉事法 对店家采法 本局会持续维护本市青少年 健康成长环境 以保护青少年 避免被害 而就在警察局执行青春专案 扩大领检的前一天 却传出了警察局长刘耀青 已经申请提前退休 市警局已经证实 刘耀青已经破准 将在7月16号退休 突然的举动 引起了外界的揣测 是否有高层施压 或者其他因素 刘耀青也亲自出面回应 家里有母亲 还有太太需要照料 那为了个人家庭的因素 我跟各级长官报告 也获得长官的体系 准备在7月16号退休 谢谢各界的关心 有外传说有高层施压 还是怎么样 没有 这纯粹是家庭因素 刘耀青今年只有60岁 距离退休65岁还有5年 突然申请退休 所以引起了地方的震惊 恐将影响拆破 警局的人事布局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